先前的油电双掌风波让中油跟台电的经营绩效引起了民众批评 那么继台电董事长由前经济部次长黄仲球接任之后呢 中油董事长也将会有另外一位次长林盛中来掌舵 保守批评的中油现在动作换人做 经营绩效不佳内部又遭到连任署侦办 现任董事长朱绍华6月底退休 最新接任人选已经出炉 经济部次长林盛中7月2号搜罢上任 次长有跳火坑的感觉 倒没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长期以来我在工作也是辅导 督导这个国营试验 不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林盛中接长中油之外 中油的难兄难弟台电5月15号也才刚换动作 而接任的黄仲球同样也是经济部次长 我也不认为这是战场或者是火坑 常都说不是跳入火坑 不过现在经济部大手一声直接派次长们出马 是不是能够有效整顿这些出问题的国营企业 大家都在等着看 我们下一次想感谢了 感谢观看